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 再者她灵鹫的灵车队伍 历经了290公里还有数小时的车程 已经抵达了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 和里路德宫 13号下午呢 再有皇家空军会把灵鹫运到伦敦去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 英国男星丹尼尔克雷格 曾经在伦敦奥运的开幕式短片 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合作 这一幕呢 现在已经成了经典了 丹尼尔克雷格现身多伦多影展 谈到和此事女王的合作 她说自己非常幸运 好当年奥运开幕式 预录短片 女王呢是在这个007丹尼尔克雷格的 护送之下 登上了直升机前往开幕式 女王当时犹如轻身跳伞 接着镜头就切到女王丽玲现场的画面 好不过呢 这一幕现在已经成了经典了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除了端庄优雅的形象 当然她幽默调皮的一面 也常常逗得众人哄堂大笑 就连政商名流都非常称赞 她非常富有智慧的幽默感 好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带您来看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和玛丽莲梦露相识一笑 堪称经典画面 当时两人同为30岁 因为成长经历迥强异 同框比美 气质大不相同 玛丽莲梦露由内而外 散发性感魅力 而女王一举一动 代表着王室 优雅谦逊 不过女王让人印象深刻的 还有她的幽默调皮 英国前首相梅伊回忆 她当时立刻想起三秒原则 于是火速将起司剪回堂中 以为成功完成秘密任务的她 回头才发现 一举一动都被女王看在眼里 一段逗趣往事 惹得众人哄堂大笑 女王一直以来都以智慧的幽默感闻名 也不会放过能够调侃人的机会 大力调侃美国前总统小布希 因为小布希在先前的致辞中 不小心口误将1976年 说成1776年 而好笑的还有 2021年G7峰会大合照 一句话让枯燥紧绷的领袖们 真诚露出笑容拍照 女王未来也将以幽默又智慧的样貌 涌存人们心中 另一方面富比诗报导透露 女王留下的资产高达两兆六千四百亿新台币 而其中风力发电投资 一年盈利高达八十六亿新台币 更是让外界叹为观止 因为王室拥有英国海岸线 向外延伸十二海里的全部海床 是海上风电厂最佳位置 随着离岸风电受到重视 这笔收入也跟着连年翻倍 记者刘家宇报导 这是俄罗斯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天然气 未来将不会再以美元来结算 而是要改成用卢布还有人民币 这两种匹别来做结算 对于这个部分 前立法委员郭正亮他说 其实中俄两国之间的合作 将不再只局限在军事还有工业上 就连过去被俄罗斯视为禁忌的农业合作 都是未来最大的项目 事实上接下来有两个部分值得观察 一个就是如果这个经济制裁长期化 那日本韩国跟欧洲还有美国 就五眼这些国家 他在俄罗斯投资的企业就回不去 对 那回不去时间拉长之后谁来地补 中国大陆 最有可能当然就是中国大陆 因为你就各式各样的行业 有一些俄罗斯可以自己接 比如说麦当劳 可是有很多工业 他恐怕没有办法 低接可能OK 对所以他就要找人接 或者那中国目前有相当多人摩拳插长 因为已经有人做民调了 大概有五十二趴的中国企业有兴趣 那有三十九趴的中国企业是非常有意愿 可是这里就牵涉到这方面的这个中介的人才太缺了 就是会俄文跟会中文的这个工业工商业的中介人才太缺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未来的大趋势 如果被长期化的话 然后欧美的企业又回不去 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 俄罗斯市场你不要小看它 它不只是人员 现在就已经是出口很大的国家 它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会冲击到美国很大 就是粮食出口 因为它现在 它现在也要开放某个那个铁路 那个地方都会集散站 是啊 那这个啦 来看到外备加尔斯克到满洲里的粮食的枢纽 这就是要给中国大陆很多很多的粮食 对 那中国会有很多粮商 还包括食品加工厂 那俄罗斯他已经说了 他说他的目标是未来希望能够 联产量高达九千万吨 那很多 美国目前联产量六千三百万吨 那就已经是全球出口第一名了 事实上生产第一名是中国 可是中国因为它人口更多 所以它出口非常少 那俄罗斯是有很大的能量可以出口 所以如果他开始跟中国 中国在这个部分愿意一起合作啦 因为这里就牵扯到他要不要让中国大量的农民工 农企业进入西伯利亚 那这个在过去对他来讲是一个政治禁忌啦 那他现在恐怕也会放 因为他现在逐渐发现 他跟中国是让经贸合作的利益真的非常之大 那如果开始在西伯利亚大量的开始发展农业 那我认为这个也会变成中俄的一个很大的合作项目 好在今年的8月2号晚间9点30分 有一架从马来西亚起飞波音C四栋C专机的目的地 终于显示明确的标示是降落在台北的松山机场 好这架专机呢是搭载美国的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的 在10点44分抵达 这一场呢被视为台美关系重大突破的外交世界 但是最后意外引爆了比1996年台海危机 更为严重的地缘政治新危机 整起事件呢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评论是 曝露出政府的国安团队对于军事战略 中共研究地缘政治等领域的决策脆弱性 还有局限性也呈现出政府为美国 马首是瞻的决策管性 好美国的参议院呢将会在14号审理台湾政策法案草案 白宫的国安顾问苏利文曾经说 部分条文让人很担忧 学者也认为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将会引发后续一连串的骨牌效应 这项法案一旦通过的话 恐怕就会比佩洛西访问台湾还要严重 前外交官更警告了 法案一旦通过的话 对于两岸关系来说 等于是把炸弹丢到水井里 造成空前危机 美国参议院14号将审理台湾政策法案 重点内容包括五国驻美代表经济文化代表处 改名为台湾代表处 进一步提供台湾可吓阻解放军侵略的武器 以及指定台湾为主要的非北约同盟国 台湾政策法看似友善却暗藏风险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对部分条文也感到担忧 国会有意用战略清晰的表述文字 来挑战行政部门迄今没有改变的战略模糊政策 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 中共解放军随即展开围台军演 酿成台海第四次危机 前立委郭正亮直言 这项法案比佩洛西访台还严重 内容空前震撼 只要参议院通过法案 台海风暴就要开始了 每到选举蔡政府就大卖芒果干 高喊抗中保台 面对曹星辰杂六亿要训练黑熊勇士 柯文哲讽刺很像再搞义和团 国安反对那种动不动就什么要签 喊口号啦 什么签什么保证数 在国际上签保证数有用吗 专家认为搞错民防和民兵杂大钱 不但无助全民国防 反而恐让台湾惹祸上升 民防的组织跟民兵的组织 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今天有人建黑熊部队 明天又有另外的人捐款 建立黑狗部队 那不是打成一团 在民兵陈气候前 兵雄占围随时来袭 台湾政策法乍看之下 煤胎关系提升 但一些看得到吃不到的关系 恐怕也只是张空白支票 全民承受的风险反而不断升高 记者林姓费姐台北采访报道 巴布亚 牛吉内亚 发生了瑞士规模7.6的强症 毁损了建筑物 同时还引发了山崩 造成至少有四个人死亡 多人重伤 而且现在预估死伤的人数 还会再增加 地面剧烈摇晃 房屋和车子也跟着晃动 发出巨大的碰撞声响 民众吓得尖叫 有房屋的建材掉落 碎屑残骸散落一地 阳台的铁架也变得东倒西歪 太平洋岛国巴布亚 牛吉内亚 十一号上午发生规模7.6强症 地震狂摇超过一分钟 连马路都震出一道裂痕 美国海啸预计系统 一度发布海啸警报 这次地震深度约在五十至六十公里 而今年第十二号台风梅花震 经由日本石原岛南方海面 北上 当地已经出现长浪 树木在狂风中猛烈摇晃 石原岛预计在十一号傍晚进入暴风圈 台风中心在十二号相当接近仙岛群岛 目前进中心最大风速为每秒四五公尺 最大瞬间风速每秒六十公尺 气象厅预测浪高可能会达到十公尺 呼吁民众严防暴风和大浪 新石原机场等地部分航班已被取消 当地居民纷纷加强防台准备 农家也用绳索固定国树 记者总统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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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